新闻泰西第二阶下午发生火患 第724座组屋的一个单位失火 大约40人被紧急疏散 出事的是位于第19层楼的一个单位 民房部队在下午3点20分左右接到通报 消防人员赶到之后 使用一个水柱迅速将火势扑灭 警方和民房部队人员疏散了整座组屋的大约40人 包括失火单位的一名女住户 女住户没有大碍无需送院 被疏散的居民过后也获准回返住家 当局还在调查失火原因